黃青山說他的甘蔓味 酸不甜 其實今年很多聽友都反映 今天的甘蔓味沒那麼好症 但是也是有不錯的 但是要賣比較好的 價錢都價很貴 真的 差很多 價差 這個是這樣 這種 我們一個東西要好吃 最重要的是 你說你這個蝦子你的葉子 這個 並說包括這個蒸你的時候 就是 一定要蒸你的好食 那麼你注意看好吃的甘蔓味 只要是好吃的這個番茄 只要有一個 好吃的甘蔓味 那麼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說 它的香味都甘蔓味的 這些蝦都摘得很好食 為什麼會這樣 生亂七八糟都不會很好吃 如果好吃也不會平均 因為就是日照不足 一腳比較沒空 那些年輕鬆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一個 整治修剪 適當的這個蝦就是 你要讓它有一點拍子 那麼這種的經營 另外這個就是說 這個蝦子 跟精力 你一定要精力好 並說像 我們有的說 我這個沒辦法 這個做不去 這個蝦子 做不去是限制蝦子 生產一個很重要 一個這個因素 因為真的做不去 你說 民主在那麼大 因為你有辦法叫工幫你盜 不然一般來說 這個很難的 這個很難的 因為這個金牌 來給他這個 所以會很難 你叫過工 叫過工你就沒辦法了 這個是非常好工的 這對工來說 非常 一個 這個 吃真冬 這個工吃真冬 你若不 稍微有一個 這個很難 所以 這點 我們好朋友 一定要 稍注意到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 修剪的這個部分修剪 把他做好事 可以讓他有充值的 比較強烈的日照 不要這樣開開做會 這起來 他就 糖度 各方面 就比較容易 來跟他做好 那麼接下來 有的人會跟你說 你就把他這個 喝水 喝水是 適當的這個水分 冬天當然沒有問題 還是說你要有稍微 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 這個水分 所以呢 那麼其中這個通常是這樣 就是水分 水分是這樣 那麼這個水分 如果他關過好事 關過好事 這個你可以稍微知道 就是如果是水分 水分 那麼你就可以控制好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的水分 但是有時候 控制過頭 其實也會變得不好吃 但是他可能比較不會痠 但是沒有散漲 說味 就沒有這個產量 所以一個好吃的番茄 就是要有適當的 一個糖酸鼻 稍微 這個生甘甜 生甘甜 一定會痠 這不痠 只痠 當然就不好吃 這個大概是這個得利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管理的一個當中 那麼在水分 還有修正 剛才說過修正 燃耗水分的這個管理 那麼修正的目的最主要就是 這個 薪水要有夠 如果沒有薪都不會痠 怎麼做都不會痠 那麼刷下去 你會可以提供一些 別人說在土甲底 那麼放一些像榮林菌這種東西 可以提供到這個品質 榮林菌放在土甲底 那麼可以讓他的這個生長 比較好 然後 他臨的吸收正常 這個臨是風味的一個很重要 這個來源 我們很多這個都需要臨 這個臨是一個很重要 一些 這個氣味的這個部分 和臨都有很大的這個管理 那麼這是一個 很困難的這個地方 這個底下是這樣的 那麼刷下去 刷下去就是說 在這個 水分 修正 這都日照 這都沒問題了 都有稍微注意到 這個刷下去 我們當然就能利用這個 一些就是夾 那麼一般來說 我們很多好朋友 用用這個17盒都用了不錯 這個原因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 這裡都可以做 你讓他頁面上 給他給他輕輕 因為生長如果好 甚至有時候給他給他 不用那麼多保餘就很好吃 有時候我們是做餘的時候 補補 好 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問題 這個頂度就扭起來 但是就是說 這個修正的這個部分 一定要做好事 配合這個 這種來做這個處理 這應該頂度 很快就扭起來 所以你注意這個肥料 如果說 我很久沒有下肥 很久沒有下肥 你可以 肚子就大概就是 比如說像這個 你如果是陷 這個12號太貴 你可以 這個台肥有一個6號 這個水溶肥 這個東西 因為 這種 這有時候 這還是屬性 這個東西 有時候沒有辦法 你可以用這種 台肥 這種 極榮6號 這個東西 那麼大概這個 我們 不是說 拿這個台肥公格 這個東西 是這樣 因為這個 有時候 其實 就是這個比例 這你落在肚子底的時候 這個比例 這個很重要 這 那麼你 蛋肥不要太高 這以我來說 這種 這個 適當的 這個蛋夾比 很重要 所以 因為這個 6號 大概就是 5 18 18 這樣 這其實他是臨比較高 臨已經實在是不用這麼高 但是 其實也還可以用 所以 你可以用這個來管 這個管比較省 所以 這個成本上 你可以 放在肚子底 並說你 有的人在營的時候 這種肥 它的效益會稍微 比較沒那麼好 但是一般這樣就會晒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種肥料 那麼 他們很多人在用 甚至有的說拿這個來做肥皿 做肥皿你可以選比較好 因為這個有安泰彈 所以這個東西 他的這個 集中6號 他其實是安泰彈 所以做肥皿在噴的時候 並不是一個好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說這個可以做肥皿 我相信會可以噴 但是噴噴的吃不到 你不是加了那個肥皿 但是你如果說拿來放在肥皿 他有一點點這個安泰彈 那麼 然後這個磷夾都有 最主要就是他的夾含量還可以 然後 所以你也可以來用 所以盡量可以 來用這個用館 這樣 那麼有時候會建議 這個用量 那麼 會跟你說要用多多 這樣一分塊 要一包半到 兩包 這個不要用那麼多 這個肥皿不夠 我們可以補 所以 那麼 一般來說一分塊 一分塊 可以收在這個差不多6公斤 6到8公斤就可以了 那麼 7天 7天以後 再用一次 當然你如果說 你14天才用一次 你的量可能就要一倍 但是這對我們在這個運勢裡面 這種一倍 這個量 尤其是 這種肥皿的肥皿 其實對根性 對筋的肥皿 也是不好的 所以 我都會建議說 不要用那麼多 我們可以一星期 走一頓 一星期走一頓 那麼配合你在喝水的時候 先說要走一些肥皿 這個效果應該是很不錯的 那麼 其實你在台肥裡面 要找到吃比較高的 這種肥皿也沒幾季 所以有時候 這個東西在用的大概就還可以 所以你可以這樣改善 那肥皿你也能用17號 800到1,000倍 這個配合你轉油的時候 跟它轉一點 有的說效果不錯 轉那麼長的 不要啦 你轉太長的 感覺那個八度八度 尤其在冷的時候 它會越冷 這個 越冷的時候 這個番茄會越薄皮 在28度 白天最高溫度沒有超過28度 越冷的時候 那個皮是越薄的 薄到現在20度以後15度以後 皮還會變高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在這裡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這個了解到 好